你盖房子我家歪 中华工程倍速 你是要不要赔呀 大家好 我是兔兔 我们2016年的第一炮 就是有请朱主席逆轮来主席来开讲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朱主席逆轮 今天要说一个家里地板 宝特兵会自己滚动 墙壁还会出现莫名裂缝的眷村怪谈 等等主持人 通告表写的是要讲眷村改建 和人家房子倾斜的问题 好啦言归正传 四年多前台北文林北路 有一处老旧眷村改建 住眷村旁边公寓的有个林先生说 眷村施工的时候 让附近很多住户家里墙壁 出现裂缝漏水等问题 当时住户就去跟施工的中华工程求偿 有一些住户就有拿到赔偿 林先生一开始没特别注意 后来才发现他家强烈了 漏水 最惨的是门窗都歪了 另一个林伯伯家里的瓷砖裂啦 门也歪了 建商不赔就是不赔耶 最后只好打官司 结果法院委托的鉴定单位 一来就说 仙人 您府上根本都歪了呀 你看啊 球一般放在平的地板上 应该是不会动的 如果放在林先生跟林伯伯家里地板上 球就会自动的往中华工程改建的眷村方向 快速滚过去耶 摆明就是往那个方向倾斜的啦 其实啊 记者前往现场 物理倾斜感明显 还会感觉有点头晕 优秀哦 那一定要去庙里最盖一下啊 主持人你离题了 制造一点高潮没 后来一审判决 林先生和林伯伯的房子倾斜 是中华工程施工造成的 判赔每户一百七十万 但中华工程却只愿意三户赔一百万 还要再像素 啊 该不会说是 房子是地震摇歪的吧 Bingo 他们还真的有这样主张耶 房市专家SWay就建议啊 民众入到这种损零的案件 求偿的黄金时间 就是要在建商取得使用执照之前 通常建商为了通过审查 取得执照 赔偿都会比较好谈哦 最重要的是 要求建商负责回复原状 否则不单是折价的问题 而是谁敢住在一个歪斜的房子里呢 还可以请求 赔偿修缮期间的租屋补偿 以及精神抚慰金 说到眷村改建宅 我就要慎重地向大家推荐我的副手 王如玄女士了 王女士在妇女运动 及倦宅的投资销售上 都有非常杰出的成就 可是人家蔡主席 投资重画区的成绩也很亮眼耶 哎 逆伦在这里诚恳拜托各位父老乡亲 不要抹杀朱主席变卖党产的努力 给我四年 让我们一起让台湾 没有君宅 只有阿宅 你说好不好啊 动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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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on赛 动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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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